2017年 中国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汇救了中国农村发展美丽画卷 吸引了不少外国专家的到来 这些羊面孔扎根中国农村 谱写着他们的乡村故事 我是Pim 我从英国 我工作在东鱼公司 在广汉堂 我做了印度的研究 它是非常精确的 非常清晰 也非常安全的系统 这是平姆在中国研究 3D蔬菜工厂的实验室 每天早上9点 她都会准时出现在实验室里 开始一天的工作 一个集装箱 一台电脑 就是她工作的主要区域 不同于其他计划的计划 在广汉堂 这是我的域 这是我的域的域 我可以安装所有东西 用我的手机 我没有用这些重工具 在学校或在地区域 工作得很努力 在我的背包里 我没有用这些 让我们看看 在我的域 让我们看看我的孩子 它是完美的 我们可以放入灯 我们可以放入温度 我们可以放入水 我们可以放入核酿 我们可以放入所有东西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审核 今天皮姆的任务 是要和搭档李虹 开始新一轮的蔬菜播种 皮姆把椰康做成的机智浸润 用来给种子当苗床 随后 它将播完种的苗床 放到集装箱里 在这个神奇的空间里 即将开启新一轮的蔬菜生长律场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放入核酿 它们放入核酿的适合 它们可以放入核酿 它们喜欢它们暗和暗 所以我们把它们盖上装装 所以它们会保持温度 我们会把灯光关掉 核酿上去睡 然后在两天 我们会有新的孩子 多少 三地蔬菜工厂 又叫垂直农场 通过人工模拟自然环境的阳光 水 土 肥料 温度等要素 立体种植蔬菜 可以解决土地少 污染等问题 是面向未来的一种 高科技的蔬菜种植技术 皮姆对自己参与研究的 3D蔬菜工厂系统 一直含有信心 梦想着有一天把它变成现实 但让皮姆遗憾的是 她的这个愿望在荷兰 几乎没有办法实现 我们其实会生产更多食物 比我们能吃 所以我认为在英国 并不太需要 而且在英国并不太贵 让它更便宜 荷兰 位于欧洲西部 农业发达 有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 但并不是所有的技术 都能被应用于实践中 正当皮姆努力尝试 把3D蔬菜工厂系统 研究推广出去的时候 她收到了一份来自 中国浙江省平湖市的工作邀请 然后他们问我 你想要在中国工作 第一次我感到驚喜 我认为什么 中国 我一直以为中国很坏 有很多热气 有很多污染 屏幕以前没来过中国 对中国的了解 只是来自西方的媒体报道 接到工作邀约后 因为看好3D蔬菜工厂的 发展前景 她还是决定来看看 浙江省平湖市 位于长江三角洲 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水乡 2017年平湖抓住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 在广城镇成立浙江省首个农业经济开发区 以高科技农业产业来带动农民致富 招引了一批新型农业项目 皮木从事研究的3D蔬菜工厂项目 便是农业经济开发区引进的项目之一 2020年3月 皮木从荷兰来到中国 她惊喜地发现 自己所在的公司的同事 四川姑娘李红和新疆小伙马新远 同样毕业于瓦格尼根大学 他们也在专注于新型农业的发展 在这里 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携手推动3D蔬菜工厂的研发 考虑到皮木初来乍到 大家对它格外照顾 发芽两天 育苗十天 成熟十五天 蔬菜生长所需要的所有条件 温度 光线 肥料 水 包括二氧化碳的浓度等 都能通过计算机被模拟控制 在这里 每二十七天就可以收获一茶生菜 皮木还可以通过改变植物生长光线的颜色 让它们呈现不同的口味 虽然目前这个种植系统还在起步阶段 生产出来的蔬菜也还没在市面上出售 但在皮木看来 它的前景将非常可观 如果运用得好 未来在南极 沙漠这样的地方 种植和吃上这样的蔬菜都将成为可能 来到中国后 皮木被聘为农业专家 当地给予了他丰厚的待遇 独自在异国工作 难免会想家 为了缓解思乡之情 皮木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 在广城镇的街头 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 皮木带着他的小狗与村民们聊天 虽然语言无法沟通 但是热情的村民们早已把皮木 当成了村子里的一员 每次我出现我的狗 让他开门 然后他们也不明白 我们只是笑着 然后玩笑着 然后聊着手和手 正常说 这一切都很高兴见 这真的很舒服 Shantang,从小狗专家 他说他300年生 他有没有写业 皮姆的父母当初不是很赞同他来中国 为了让父母放心 来到中国后 皮姆经常跟他们分享自己在这里的生活 这是我们的城市 这里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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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美丽的建筑 与美丽的颜色 请问你们来到这里吗 这是上海 在皮姆的展示和介绍下 皮姆的爸爸妈妈 被这里的景色深深吸引 他们了解到 真正的中国乡村 原来是这么美好 不知不觉中 皮姆已经融入了这个江南小乡村 一人一狗也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 他十分享受在村子里的生活 更让皮姆感到震惊的是 中国的美丽乡村 不仅环境优美 生活也非常便捷 九块六块 十五块 十五块 对 对对对 小桥流水人家 现代的美丽乡村 成了皮姆眼中的美景 皮姆爱上了这里 他也想把自己掌握了解的 现代化农业知识 与当地农民分享 龙蒙村是皮姆公司的所在地 村里的乡村振兴学院 特地邀请皮姆来给村民做讲座 早上好 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皮姆以荷兰为例 跟村民分享了现代农业的理念 并邀请村民品尝自己种植的 三地蔬菜 让皮姆没想到的是 村民对新技术十分感兴趣 皮姆讲的未来科技农业前景 让村民们开了眼界 为了感谢皮姆 好客的村民们用自家的农产品 做了拿手菜招待皮姆 尽管语言不通 但是皮姆依然感受到了 村民的淳朴热情 龙盟村的村民也有一个心愿 为了发展生态农业 进行产业转型 他们一直想聘请皮姆 做村里的农业顾问 我们村里想聘请皮姆 当我们村里的农业顾问 谢谢你们 好 欢迎 我很高兴 欢迎 接收到皮姆 皮姆意外又惊喜 很高兴 我 rumors 尼克今年67岁 是江苏省延城市大方区的 郁金香种植技术专家 此刻他正在用精湛的 郁金香种植技术 为新一季的郁金香播种做准备 每年11月份 是郁金香播种的季节 距离播种不到一个月了 尼克每天都要来到肿球储藏室 观察休眠期中肿球的生长情况 郁金香种球培育技术 在中国曾是一项技术空白 这间储藏室里储存了 三千多万粒郁金香种球 储藏过程极为重要 如果发现腐烂的种球 你可需要及时处理 今天尼克发现 部分种球出现了微型满虫 为了避免大面积感染 他来到负责人王华的办公室 商量解决办法 管理的问题 为了不影响播种 尼克决定近期把治理的土壤 带回荷兰做一次检查 尼克出生在荷兰斯泰德布鲁克 父母在当地开了一家 郁金香种球公司 七岁时尼克开始跟随父亲 学习剪花和筛选郁金香种球 十岁时他就能帮助父母 培育郁金香种球 花卉是荷兰的支柱产业 郁金香更是闻名于世 作为荷兰的国花 当地人培育出来的郁金香 颜色艳丽 极具观赏性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 长大后 尼克考入了当地一所农业技术学校 专门学习郁金香种植技术 毕业后 十七岁的尼克开始接手管理公司 但他却不甘心 只在荷兰发展自己的事业 在这家贸易公司工作中 在这家贸易公司工作四年中 尼克结识了一位中国朋友 对他的工作帮助很大 这让他想起了小时候 父亲多次提到过 中国充满着机遇 于是尼克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来中国 上世纪90年代末 伴随着中国各地花展不断增多 中国郁金香市场需求很大 1998年 带着推广郁金香的离乡 尼克第一次来到中国 看到中国市场前景好 尼克立刻在荷兰开了一家贸易公司 仅用两年时间 他就成为荷兰向中国出口郁金香最大的贸易商 2003年 顾客需要购买40个集装箱的百合球金 这笔生意需要6000万的投资 尼克觉得经济压力有些大 他决定雇另外一家公司帮忙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我做了一个大错误 因为我从公司改变了 我找了另一家公司 为我做Lily充满购物 那公司的工作 他做了很糟糕 但是这意味着 我失败了很多钱 因为我没有赚钱 因为经营不善 2005年 尼克在荷兰注册的贸易公司宣告破产 此时妻子也提出了离婚 虽然生活遗落千丈 但尼克依旧看好中国 他决定正式到中国发展事业 当时49岁的尼克决定把自己在荷兰培育的郁金香种球品种 带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培育 把自己的技术带入中国 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 来到中国后 尼克辗转上海 陕西 四川 吉林等地 推广郁金香种植技术 奔波八年后 尼克等来了一个好时机 2013年 沿城大峰区向尼克抛出了橄榄枝 当时荷兰花海正在规划一个 2.46平方公里的多彩荷兰村项目 不仅需要郁金香技术专家 还成立了研发团队 了解到这些情况 尼克第一天就签订了合同 担任大峰区荷兰花海 郁金香技术专家 负责郁金香种球培育研发工作 大峰区荷兰花海的名字 源于民国时期的新峰镇 一百多年前 现在的荷兰花海所在地 大峰区还是一片严谨地 农作物收成很低 为了造福百姓 1916年 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 应中国著名实业家张简之妖 来到这里兴肯植棉 按照特莱克的设计 建造出世界先进的排水系统 让这片土地生长出了万亩棉花 新峰镇在当年一举荣获 民国村镇规划第一镇的称号 不幸的是 1919年 29岁的特莱克 因病在南通去世 南通人将他安葬在风景秀丽的建山脚下 研究当地文化的学者马连毅说 这段经历成为中国和荷兰两国人民 历史上一段佳话 当初张简开垦了我们这一片土地 一百年前是棉花 让我们集园棉花的花海 代表了我们这个地方 足足备备 对于小康生活的追求 一百年后 我们在玉金香化学下集园了 那么现在是对于现代化的追求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百年后 尼克带着自己的玉金香技术 也来到大风 他带来的玉金香将再次延续 这段深厚的情缘 玉金香种球多达几千万里 大种球不仅可以销售 还可以种植 而中小型种球 可以作为此球 进行扩繁再培育 筛选种球工作 需要大量花农配合才能完成 为了扩大市场 尼克手把手 教授花农一些技能 对于大风区荷兰花海未来的发展 尼克有着清晰的目标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种植技术 将这里打造成中国玉金香最大的生产贸易中心 在这一片三千多亩的花田里 他预出更多的玉金香新品种 实现真正的玉金香花海 如今大风区荷兰花海 大风区荷兰花海实现了玉金香种球繁育国产化 在大风区已建成的五百亩玉金香种植基地上 扩繁培育工作仍在不断加大 这也为周边两千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过去我们这里老百姓一亩低下来 就是一年 也不过巡收入在一千多块钱 玉金香一年下来 加上土地的流转费 他们一个家庭至少能有六到七万的 这样的一个巡收入 所以对我们周边的老百姓的致富带动 应该说非常之大 大风区荷兰花海依靠自主扩繁 玉金香种球数量 已经从2014年的三百万里 达到如今的六千多万里 2018年 尼克荣获江苏省特聘外国专家称号 2020年 他再次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荣誉奖章 大风区荷兰花海 也为世界玉金香协会 授予世界玉金香最佳景区称号 从最初机缘巧合来到中国 到扎根在中国的农村 皮姆和尼克通过努力 不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未来他们还有更多计划 中国是一个国家 有这么多资争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 它们的最多资争 这个系统 我认为它是非常有趣 在中国的工作 来看它发展 在这里 我认为这些眼睛 所以现在 在这两个年纪 我们有一个签计 要继续 也在江苏省 在吉林 在西亚尔斯汗、贺、to期 所以我要有更多的技术 以后,我们将发展成了个越来越完蛋了 和人们的寻四季